她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 每天都遭受数千万粉丝威逼利诱 事件做出的东西让广汽丰田大受震撼 唐天局官方指名观摩 甚至还因此想了507车的饭碗 不止如此 她的魅力还吸引到了 《华盛顿邮报》亲自上门拜访 中国网友为其冠名发明界的泥石流 外国有人亲切地称她为 没有用的爱迪生 可就是这么一个 作用千万粉丝的发明家 却意外摊上了事 一名女网友说 自己参观了手工梗的工作作坊 没想到在体验一个叫 开心恼恼矮的作品时 却被其中的金属链条卡住 她的头发也因此被机器 活生生地耗下了一大把 本来女网友遇到这种事 很值得人同情 但是网友们得知后 却都纷纷责怪女网友的心真大 称其连行不上书的发明都敢体验 真是自着胡吃 但其实手工梗的定位是 创意搞笑博主 她发明东西目的 并不是为了实际运用 而是为了把她天马行空的 想象力变成现实 她的创意理想象不到 她可以制作边弹琴 边烤串的钢琴烤串车 也可以把废旧机器改造 为走地洗衣机 就算用废系材料 她也可以拼凑出加油打气机 但人们对她的作品的评价 却褒贬不一 去年手工梗在平台上 更新了作品旋转木驴 本以为会像其他作品一样 好评如潮 没想却让她成了众矢之地 有网友怀疑手工梗针对女性 但其实并不是 相反仅仅是用来困住犯人的工具 无悔解开了 手工梗也道现成是因为自己学习不好 对历史认知不够全面 确实手工梗的学历真的不高 18岁时她没有岁父母 志愿考上大学 反而遵循着 同村大多数年轻人的轨迹 开始了北漂生活 她的父亲是一名 30年功龄的老汉东 对她的唯一要求是 少说话多做事 手工梗铭记在心 她勤勤恳恳地工作 但显然大臣是日复日复日复的 周车劳顿并不是她想要的 于是她开始回家自己创业 手工梗开始进军短视频行业 一开始她尝试着用罗姆 做了一款直肩陀螺 她怀着忐忑的心 给买家发了过去 没想到获得了买家的连连喷赞 这给了手工梗一些信心 她开始用罗姆 制作一系列小摆件 从简单的动物 到复杂的摆击跑机关枪 手工梗都能做得很精致 罗姆系列已经发布就大受欢迎 不断地有人打来电话 趁要订购她的作品 从此以后 手工梗就开始在自家院子里 专制运营起短视频账号了 但是一开始并不顺利 她花费了自己一半的积蓄 后买了拍摄设备和原材料 她原本的打算是把自己做的 工艺品挂到网上卖钱 可是一只自己做的东西 根本卖不出去 手工梗不信邪 还是坚持做了下去 她的粉丝数量倒是迅速上涨 可还是没人买她的东西 有时候一个月内 甚至只能卖出一两件货物 这让手工梗有些丧气 播放量倒是上去了 可为啥就是没人买东西呢 不仅如此 她的直播收益也少得可怜 努力工作一个月收入也才四千左右 还不如高级电焊一个月的收入 不仅手工梗郁闷了 母亲也开始不理解 儿子为什么不找一份震惊工作 就连邻居也开始嘲笑她游手好闲 虽有多重压力桎梗 手工梗还是坚持了下来 她开始另辟其境 转战搞笑创意的方向 没想到第一条视频就达到了百万播放 手工梗就此一炮而红 她的创意让央视点名称赞 母亲却对她失望至极 陈奇做的东西不是说没用是真没用 手工梗的创意究竟有多惊世骇俗 她的第一件作品是地震应急吃面神器 手工梗陈奇可以保证人们在地震到来是正常吃面 地震人还想着吃面 这脑回路不是一般人能够想到的吧 特别是最近爆火的加油打击机器人 废弃油桶制作的豪华身体 再加上超大功率的音响 加油加油的声音直击人心 外部的由网友调侃不开量 劳斯莱斯都不好意思去加油 不过要说她里程碑式的作品 那当属于脑瓜崩神器了 这个辅助器由纯钢打造 轻轻一击就可以将鸡蛋打得四分五裂 这件作品也让手工梗在研究刑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此基础上手工梗又设计出了很多阴间作品 像用弹鱼制作的血滴子 可以让你从气势上绝对压倒对手 用不屑钢制作的拳击书包 自带商敌一千次损八百的效果 而刀率洗头机破腐针州跑步机的出现 更是让它坐实了刑部尚书的称号 同时这些创意发明也让手工梗的人气日渐飙升 但是随着人气的上涨 网络上也出现了不少质疑声 他们说手工梗只会制造没用的东西 浪费金属资源 但其实手工梗的作品都是收集各种废弃或者二手材料做的 像自动加油机器人就是用废弃油桶制作的 不过即使是二手材料 没出名时的手工梗也用不起 它的弟弟也劝它换种材料降低成本 手工梗却坚持要用钢材 它说只有钢材的金属质感才能完美表现出它的创意 最辛苦的寻找制作材料 也正是因为它的用心才让观众了解到 原来金属材料也可以很好的展现创意 它的坚持也让名誉海外的美国 华盛顿邮报亲自上门拜访 称其为发明界的泥石流 就连黄博也以它为原型设计角色 在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 黄博饰演了一位乡村发明家 虽说是发明家 却总是发明无用的东西 这一点是借鉴了手工梗的视频风格 为了演好电影 黄博还亲自登门取经 一进门手工梗就拿出一张免责声明 让黄博签名 要是不论黄博在体验过程中出了任何问题 它都该不负责 看来是女网友出事故 那次给它留下阴影了 手工梗还邀请黄博体验了 结实健身减肥冰箱锁 这款冰箱没有钥匙 配置了两个大马弹簧锁 只有通过重复拉动把手 才能打开冰箱门 黄博吐槽它的发明 虽然很纯但是很有效 它的破腐城中跑步机 也被黄博带上了荧幕 这款机器由铁龙和跑步机组合而成 进去之后没运动到一定时间 铁龙是不会打开的 这种别具一格的设计 也让不少观众开怀大笑 但是爆火之后的手工梗 并没有忘记出新 现在的它还待在自己家的小院里 一如既往的进行 自己最喜欢的手工创造 可能有人会猜测 手工梗是否有专业团队运营 但其实手工梗至今还坚持单打独斗 甚至直到去年手工梗 才注册了专属商标 不仅如此很长一段时间内 从作品制作到文案再到剪辑 都靠手工梗一人来完成 甚至忙的时候 它整整三天都来不及回一条微信 也就是前段时间 手工梗才请了父亲和包弟来帮忙 但仅停着三个人的小团队 手工梗却可以创造出年入百万的收益 也就是说手工梗早已跻身千万身家行列 如今的手工梗不仅创意越来越丰富 就连技术也越发娴熟了 它的最新作品是施重理性车 从计算数据到手工切割 从打磨加工再到手挫齿轮 手工可以进步完美的精妙技术 给观众带来了无可比拟的体验 连航天文化官方也来调侃骑士市中里土车 从它焊接工人到央视点赞的创意引领者 手工梗全射了什么教 也无用之物成就有用之人 相信有了粉丝的支持 它会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